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第四節 我們今天要繼續 要認識 什麼是神的簡選 一部首書第一章 第四節找到我們一同來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我们一同低头来讲望主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 因为你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 就认识了我们 就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完全地过于你 这样的一个真理 实在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来传测 但我们仰望圣灵 接着神的话 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奥秘拣选的真理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认识跟感恩 所以我们仰望你圣灵 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当中 看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认识 你拣选的恩典 是何等的奇妙 我们来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很多人他们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 无论在旧约 在新约 一直提到拣选拣选拣选 为什么会有这个拣选的教导 或者拣选的真理 或者拣选的事实 特别对我们今天得救的人 也就是说 不是我们拣选神 是神拣选我们 为什么需要有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拣选跟动作 一个简单的故事 一个下子 他是眼下子 但他迷路了 他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走回家 对一个下子 他假如要能够走回家的话 唯一的可能是什么 需要人牵着他的手 一步一步地带他走 同样的今天我们 所有的世人 我们的心眼都被撒旦弄想 全世界握在二者的手中 我们的心地 昏昧 与神的生命隔绝 而且俗学器的人 没有办法明白神俗领的事情 所以 全世界的人 都是如同下子一样 就好像John Newton所写的 Amazing Grace 原来是什么 下子 金的什么 看见 Was blind But now I can see 那么关键是 为什么 今天有一群人 他会 好像眼睛得开 他能够 寻找到 认识到 结尾真神 原来都是 赎兰的下子 为什么 神 会 亲自带领 结小群的人 牵着他的手 甚至开了 他心里的眼睛 让 结尾人 能够看见 其他的人 记住啊 全世界 所有的人 都死在 过犯罪外里面 心里昏昧 没有一个人认识神的 那为什么 今天我们会坐在这边 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那个认识 表示神 怎么 牵着我们的手 圣灵在 我们心里面 动了弓 若不 有圣灵的 动弓 没有人 能够看见 神的果 为什么 今天 所有的人 原来都是下子 却有一群人 圣灵 会在他们 里面 动弓 牵着他们的手 一步一步 带着他们 让他们 进入神的果 答案就是什么 因着 神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 拣选我们 所以圣灵 是因着 父神的拣选 因着我们的名字 在创世以前 已经写在哪里啊 告语的生命册上 创世记 基督徒十三章 所以圣灵 因着神的拣选 在你的生命里面 动空 牵着我这个 树林的下子 带着我走 而且看着我心里的眼睛 狭眼 可以看见 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个拣选的事实 跟真理 因为 我们 没有办法 靠自己 认识神 假如我们自己 能够走这条路 我们自己能够拣选 神就不需要 来拣选我们 带领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也是我们在讲义里面 看看我们有这个指头 看到这个指头吗 有个三角形的 记得这份讲义吗 讲到神的拣选 在救恩次序之后 提到就是拣选的问题 特别在这个讲义里面 No.5 提到拣选的必然性 里面列了很多的经文 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文 我们可以翻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 按照我们人的天然 跟本性 你看看 约翰福音第一章 怎么来描写 我们看第一章的 第三节好 我们就省点时间 先就读第四节 好 一同来 第一章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不单单不接受 我们再看这个 后面 我们再读第十节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 接着他照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到了十一节 你懂吗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其实这个 不认识 不接受 不是单单 只到当时 新月时代的光景 今天 世人的光景 也是一样 按照我们的本性 我们没有办法 去接受 去认识 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 看不见 所以 圣经有很多的经文 特别提到 我们自己本身 是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看见的 但是你发现 很奇怪 到了十二节 居然说 会有人接受 不是前后矛盾吗 有没有看到十二节 反正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们的人 明明前面讲到 人是不会认识 不会接受这个光 但是为什么到了十二节 会有人接受 所以十三节就解答了 看到这个解答了吗 节等人 不是从学习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圣的 是圣灵重生了我们 是圣灵按照约安福音 第三章的应许 在我们里面 光照东宫 不是应用我们的人的想法 人的挑选 人的决定 人意 情欲 学气 按照我们天然人 我没有办法认识 没有办法看见 所以 今天所以我们能够看见 是应用神 在创始以前 先简讯了你 所以圣灵 就在神所拣选的 子民的 当中 动工 单单 在 神所拣选的 拣选的 虾子中间 神让他们看见 为什么神不在别的 人生中动工 因为 拣选 神照着神的拣选 来动工 所以这个拣选这个字 你回去查一下原文 很有意思 原文是 ek Lekomai 这个字呢 ek 就是 exit 就是 tool out 的意思 神在众多当中 选一部分出来 是一个拣选的 一个恩典 选一部分 出来 但是是怎么选呢 很有意思 这个字原文 这个Lekomai 是从Logos 这个字来的 Logos 这个字 意思就是 话语 谈论 然后呢 你学希腊文 就知道 它有一个 观生语态 Oh my reflexive 什么叫 reflexive reflexive 就是观生 比如说 You love him 这个不是观生 这个love 不是观生 你爱他 但是假如说 You love yourself 你爱回你自己 这个字是一个观生 reflexive 在英文的文法 跟希腊拉文的文法 是一样的 所以 当神用这个拣选 用这个观生语态 reflexive 神 从众多当中 按照 他自己 什么 自己 的 心意 谈论 善意的真神 他们在创始以前 按照自己的 心意 logos 谈论 来 算出来 不是因为 神 欲先 欲知 王姐妹 你很爱主 你很聪明 所以我来拣选你 神不是那么势力 其实 我们都是烂罗伯 世人都犯了罪 没有任何的 比别好 我们的意义都是破烂的衣服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不是因为 预知 你有什么好 其实都是一样 神是按照他自己 奥秘的恩典跟旨意 按照他自己 按照他自己 来做这样一个 拣选 不是因种 外面的因素 所以 这是 拣选这个字 原文的一个含义 那我们 很简单 看一下 在圣经里面 其实拣选的真理 非常清楚 上礼拜也提了一部分的经文 我们今天再继续来看 神的以色列的拣选 我们来看圣明记第七章第六节 一统来读 耶和华 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了你 合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 专爱你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 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 是最少的 所以在旧约 我们看到这个 拣选的恩典跟主权 万民 其他的国家 没有得到这个恩典 我们中国的文化 比犹太人更要远远游场 比亚伯拉罕更要早 很多的 别的国家 没有得到这个恩典 但是在旧约 就只有 以色列人 是神的神明 只有他们 能够得救 甚至耶稣 出来传道 我上礼拜也提到了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一同来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去 连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哪里去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哪里去 甚至 在新约时代 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这个救恩 在耶稣的时代 还是限制在以色列 但耶稣也特别 在一两次 已经在暗示表达 这个救恩 会超出以色列的 甚至那个迦兰妇人 你看 耶稣比喻迦兰妇人 外邦人 不在这个神圣节的国度 跟拣选里面 他们如同什么 像条小狗 主人怎么可以把 这个饼给狗呢 这个恩典是给以色列人的 其实外邦人 在这个救恩之外 卑微不配 好像小狗 但你看那个迦兰妇人 多有智慧 小狗也给什么 是水渣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水渣 耶稣 离止他 已经耶稣开始 透过一些情况 让我们开始 让以色列人开始 有心理预备 这个救恩 不是单单 现在以色列 会overflow out 耶稣的大使命 也很清楚 是要死什么 万民 做我的门徒 神在各族 各方 各民 都有 他的拣选 都有他的 选民 所以今天 我们传福音 我们讲 普世菜全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知道每个民族 都有神 世上的子民 我们是把这些 弥养 把它找回来 而不是说 没有把握的 只是人的自由意志 假如人 所有的自由意志 都是 选择不要 那我们不是白传吗 不会的 神 按照人的自由意志 神知道 没有一个按照 他的天然人 自由意志 可以认识神 但是神是拣选的 神会在他里面 什么 都无空 所以你就 听到很多的见证 就是 回教徒的这些 最高的祭司 等等 耶稣亲自向他 那显现 他们看到异梦 看到异象 然后就来寻找耶稣 神亲自去拣选 寻找 我在华城 读一年级的时候 暑假就去 台湾的台东 去做布道 那边很多都是 这些山地人 住得很简陋 然后我们就 有机会认识到 里面有一家基督徒 我们就去拜访他 结果没想到 他一开门呢 他的客厅 一个红色的大的石架 我们想 你们也不是 这个半教会 怎么在客厅搞个大石架 就问这个弟兄 为什么你客厅 画个红色的大的石架 你知道怎么做见证 他说我原来 不认识耶稣 我是做党级祭统 教鬼的 但是有一天很奇妙 我就好像很清楚 在异象当中 但也就是很清楚 看到一个异象 看到个红色的石架 有一个人 挂在上面 很痛苦 流着血 但是他的样子很慈祥 我想走过去 看清楚 但是好像被好多鬼抓住 没办法走过去 然后他就隐约听到 这个人刚才讲了一句话 你去找一本圣经 看就知道我是谁 就是这句话 他就去找教堂 找一本圣经 一读到新约圣经 他明白了 那个丁石架 原来是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神的高养 除去世人的罪恋 他就信了耶稣 所以从此 他家族画了个红色的石架 主耶稣亲自来寻找他 你们 神做拣选的 一个都不会失落的 虽然好像 很偏远的地方 没有人好像去关心到他 去跟他传福音 耶稣亲自跟他传福音 你们 神也用我们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 是我们决定一切 第一个布道会 耶稣丹生的时候 谁在传福音 天使包假音 你们 人做不到的 神可以派 天使去做的 你们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 不是个重担 哎呀 一天有几千万人下地狱啊 哎呀 好痛苦啊 怎么办 我也不敢去打高尾夫球 也不敢去旅游 也不敢去游泳 我昨天去游 哇 一潜 服务 就潜着整个 游泽去了 我还是要去享受神 Amen 也要锻炼身体 不要今天活在一个担心 害怕当中 哎呀 这个人也不信耶稣 这个人也不信耶稣 怎么办 我告诉你 属神的羊 一个都不会失落的 你做你该做的 复应的工作就够了 你不要为神担心了 因为 世神在拣选 一个都不会失落的 所以 这个 马丁路德在罗马书的前言 你们回去看看 他罗马书所写的前言 哎 那个Rich跑哪里去了 重要的课怎么 他肚子不舒服啊 哦 那上课是最重要 因为在这里 你一过去 就很难又懂了 他在罗马书的前言怎么说啊 拣选的真理 是一壶烈酒啊 假如灵命很幼稚的 喝了这个烈酒 他就糊里糊涂了 甚至以为神都 一切都拣选预定了 他就不需要做 或许说乱做也没所谓 但是对灵性成熟的人 喝了这壶烈酒 他就更勇敢 更有力量 去传福音 因为知道 不是我决定 也不是他决定 是神决定 你们 只要我努力去杀种 你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 去研究 哪个是这个 这个路旁的土 哪个是前土 哪个是好土 我才跟他传福音 他有没有神拣选 我们都不需要去论断 我们都拼命去杀种 拼命去传福音 遇到神所预备好的 神所拣选的 善良诚实的心 就这样的吗 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 甚至可能你觉得 哎呀哪里我跟他传福音 真的是都没有好好预备 绝口笨蛇 表情也不好 心情也不好 就是简单跟他讲了几句 哎呀 这个下礼拜他说 他又来受洗了 他又信耶稣了 我告诉你 不在乎他定义的 不在乎他奔跑的 在乎他发烈的神 所以更让我们传福音 怎么 满有信心 相信神在万族万民当中 都有世上的羊 一个都不会失落 所以我们的猜拳 是很有信心的 很有把握的 我们相信 今天在回教徒当中 有很多神的子民 Amen 我们也相信 神拣选了中国 所以在中国 有很多人信耶稣 不是 这些西方的神学家 教会增长的 这些专家 所能够料到的 那么多的运动 那么大的文革 所有教堂关门了 圣经烧了 将军说 就要从此 只有在博物馆找得到 没想到 文革之后 邓小平 很多的开放的政策 哇 这个福音 广传 遍地开化 这句话是谁讲的 我听远之明 不是讲的 福音在中国 是遍地开化 拦都拦不住 神迹奇事 多到不得了 老姐妹 福音都讲不清楚的 我只是为了 祷告 你要不要为你祷告 老姐妹 按手一个就好一个 所以 很多人都信耶稣了 信了之后 慢慢读圣经 才明白什么一回事 先上传 先得救 后来再搞清楚 什么一回事 你真的以为 是你搞清楚 才觉知信主的吗 我告诉你 很多人根本只是 模模糊糊 都被人踢进 收起尸了 神所拣选的 神会带领他 越来越清楚 我当初在算道会 也搞不清楚 所以要受洗 好好出去受洗 搞不清楚的 只知道做了个 绝世祷告 但是 神的救恩 真理就越来越清楚 神所拣选的 神自己会带领 一个都不会失落 所以让我们再看几顿的经文 圣明记十八章 旧约的祭司立位仁 也是神所拣选的 好 一同来 祭司立位仁 使他和他子孙 所以神拣选的主权 不但显明在一个民主 以色列民 也显明在当中 我们这些能够 有这样一个尊贵地位 事奉的 是神对我们 特别的拣选 千万不要以为 哎呀 坐船道人 真可怜啊 穷船道 神啊 你的拣选 为什么临到我 你的拂招怎么会临到我 要找这条实驾道路 我告诉你 不是苦的道路 苦才是 是个荣耀的执事啊 刚开始你觉得有点苦 但是你是神拂招的 这条路是越走越荣耀的 越走越光明的 旧约的祭司 是一个神特别的拣选 临到他们 包括神拣选大卫 一种读诗篇78篇 拣选他的仆人大卫 从羊圈中将他照来 叫他不再跟从 那些带奶的母羊 大卫是谁呢 这是个牧童 神特别的怜悯他 拣选他 拣选他的仆人 包括耶利米 我们读第一章 我为将你照在福中 我已晓得你 你喂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今天我们能够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先知出口 是神的拣选 没有生出来 神都已经拣选了 已晓得耶利米了 到新约 耶稣对十二门徒的拣选 一同来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主 能够侍奉主 是神的拣选 保罗 是神的拣选 第九章 他是我拣选的七名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被以色列人面前 拴扬我的名 所以扫罗 怎么变成保罗 他去大马社 要去参加布道会吗 需要去参加培令会吗 不是啊 他是定义 那边要去抓基督徒 杀基督徒的 但是怎么他会改变 你看到了吗 是神拣选他的 神主动地在大马社的路上 跟着显现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你逼迫神的教会是难的 大光围绕他 把他击倒 眼睛下了 所以从保罗自己的经历 所以他特别明白 神拣选的真理 所以他才会写出 罗马寺第九章 双生子还没有生 只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以少是我无的 雅各是我爱的 不在乎的定义 不在乎的奔跑 在乎了发怜悯的神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多发时间 看罗马寺第九章 所以要我们看到 从旧约到新约 神一再要表明一个真理 他拣选的主权 不管你服还是不服 你发现这是个历史的事实 包括我们今天 作业节里 每位得救的 都是神特别的恩典 跟拣选 那么在西米斯的教义里面 Mesmith Confession 第九章 特别讲到这个 人究竟堕落之后 他的自由意志 是怎么一种情况呢 看看我们的讲义 或许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 好 一同来 神把本性的自由 赋予人的意志 这意志既不受强迫 吹向善恶 也不受本性绝对的必然 所决定去行善或俗恶 第二 人在无罪的状况中 有自由与能力行善 并贤神喜悦的事 但所有性是可变的 所以他可能从哪状态中堕落 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讲到 在伊甸园堕落之前的光景 亚当跟夏娃 是完全有一个行善 或说不行善的自由意志 但是堕落之后 就完全没有行善的能力 只有行恶的能力 Disability not to sin 其实堕落我们上一节讲到 原罪带来的这个污染罪性 等等的问题 但是在第一第二节是先肯定 没有堕落之前 亚当跟夏娃 完全有这种意志 不受强迫 吹向善和恶 他有完全的自由意志 他绝对可以选择顺服神 也可以选择不顺服神 吃善的果素 但是堕落之后 我们看看第三节 人由于堕落在罪的状态中 已经完全丧失一切行 任何官服得救的 熟灵善事的意志力 所以他既是一熟学器的人 与善完全相反 又死在罪中 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 去改变自己的心 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 他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去改变自己悲逆的心 不幸的心吗 没有这种能力 甚至一切官服得救的事情 官服得救的这些事情 他也完全没有这种的 认识跟意志的能力 这是我们之前读了好几人的经文 我们先看一幅首书第四章十八节 因为有几位新同学 一幅首书第四章十八节 看看人多了之后的光景 十八节一同来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映 人多了的光景 他的心地 他的understanding 是完全是昏昧 看不见的 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光 能够接受神的光 与神的生命隔绝 在神这个赎令的事情上面 他没有办法可以去 有任何的沟通认识 完全隔绝 再翻到光临多前书第二章 好 我们只读十四节 然而熟学期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凡以为余所好够了 我们能够明白熟灵的事情 除非什么 第十节 只有神接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假如圣灵不动工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实 就是人多了之后 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天然人 可以去接受这个光 认识这个光 能够明白神 能够接受神 那么为什么 人在这样的一个 无助无能的光景当中 能够得救 刚才我们提了 因为神主动来寻找你这个下子 开你的眼睛 然后神为什么只在你的生命中动工 不在其他人生命中动工 是因为神在你生命中有拣选 创始以前在基督里 上里你是神所拣选的 于光荣你是神所拣选的 恩惠你是神所拣选的 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 所以这个永远的爱是从永恒到永恒 这个明治 谁在高原生命车上 是不会被涂抹的 神不会为他的拣选后悔的 神会完全为他的选择负责到底 甚至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在父的面前 成为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你我代求 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 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软弱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代求是有能力的 属于主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 好 我们很快地来看一下 这个马丁路德 他在这个 《book of conquer》 在这个协和书 你知道新议会 他们重要的一个信仰告白 就是这个《book of conquer》 就是协和书 你们知道这本书吗 《book of conquer》 我叫《formula of conquer》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查 那在这个538页 他跟536页 他讲到人的传染败坏 就是人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认知神 归向神 甚至顺服神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这个《man's total disparity》 我们慢慢来用英文来读 来练习一下英文 《the error of the cause of Pelagians that by his own natural powers,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the free will can convert itself to God, believe the gospel》 他说按照柏拉丘这种非常粗俗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柏拉丘认为呢 靠自己天然的能力 没有圣灵的帮助 借着他个人的自由意志 咒可以归向神 相信福音 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讲的柏拉旧主义 不相信原罪 不相信罪的污染 然后下面 for the conversion 后面我们有弟兄在打瞌睡 请你苏醒一下 没有在打瞌睡吧 OK, good 那个帽子搭高一点 我看不到你的眼睛 所以大家注意上课 刚才你离开了一段 我都很紧张 因为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明 你miss了 所以尽量我们不要离开课堂 院长是很认真预备每一堂课 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字你们好好听 因为就算你们听明了整堂课 也不一定抓到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very subtle 就是很巧妙 真的是需要带这个饥渴慕的心 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 在圣灵的运行跟恩告当中 囤人间 你抓到 我是在华盛 抓了三年 后来才抓到 发了三年时间 所以盼望你们真的 特别对这个 这几堂课非常重要 会影响你们一生的侍奉 所以希望听的同学 好好注意 好,我们再读下去 for the conversion of our corrupted view which is nothing else bu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view from spiritual death is softly and alone the work of God 所以马丁路德怎么说 在这个book account怎么说 我们能够归向神 带着我们原来这个败坏的意志 能够归向神 其实这个是一个 自由意志 归向神的什么 resurrection 是一个复活 复活的事情 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能做 来自耶稣说 跟拉少人说 出来 他才复活 是神的话 圣灵的能力 会让我们能够复活过来 from spiritual death 这个是完全是神的工作 再读下面一句 That man's conversion 好,大声一点 That man's conversion is not only in part but entirely the operation gift and domain and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lone 不但是 唯独信心 连我们这个得救的意愿 归向神 他说 完完全全 alone 完全是圣灵自己的 他用几个字 很有意思 entily 什么 operation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工作 一个恩赐 一个endowment 一个赏识 是圣灵 单独的工作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项所描写 圣灵记得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 做那个光照丛盛的工作 所以这是录得中 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的说明 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这个对神检选 在协同书里面 Formula concourse 特别论到神的检选 我们来读一下 The eternal 答声一点 The eternal election of God Or God's predestination to eternal life 这个神的检选的恩典 只临到 神预先所检选的人的身上 如同他也引用 同样以赴所说第一章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as laid as Paul says Even as he chose us in him he destined us in love to be his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 所以这个检选的恩典 只是临到神预先 所预定检选的人 再读下去 因着这个检选 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 一个重要的安稳 保障跟确具 不是说今天你信你就得救 明天你会不会一定得救呢 他说是非常确定的一个assurance Omalaidu The Christians should banish all other opinions by the evil fold in an attempt to rob us entirely of the goriest comfort which this salutary doctrine give us namely that we know that we have been elected to eternal life out of pure grace in Christ without any merit of our own and that no one can pluck us out of his hand 既然你是神所 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 这是个荣耀的安慰 这个拣选因为是神的pure grace 不是因为 你有些什么好的行为 建立在你的行为 假如建立在你的行为 那这个恩典就不确定了 那这个拣选的恩典就不领导你 但他说是完全是神的pure grace 没有我们个人的任何的善功merit 所以也能够确定 没有任何人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可以夺去 所以拣选跟你得救的保障 是有关联的 因为不是你抓住神 是神抓住你 再读下去 他说这个的教义呢 要非常小心来使用 否则会产生一些极端 或者说不努力追求 我们一同来读 from this it is beyond all doubt that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r the right use of the teaching of God eternal for knowledge will in no way cause or support either in penitence or despair 不要因为神这个拣选的 这个教义真理呢 让我们好像不认罪悔改 或者说我们就很失望 我会不会是神拣选呢 假如神不拣选我也没用啊 所以不要去猜 作成一些 despair 他说一同来 so scripture present this doctrine in no other way than to strengthen our faith and to assure us of our salvation hence if we wish to think or speak correctly and profitable about eternal election or about the predestination and ordering of the children of God to eternal life we should accustom ourselves not to speculate concerning the absolute secret hidden and incruitable the knowledge of God 他提醒我们呢 其实这个拣选的教义 是用来稳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这个 得救救恩的圈局 千万不要去猜测 speculate 究竟他是不是神的简选 我有没有神的简选 你不要去这样去猜 去论断任何人 不要speculate 这个是神的hidden view 谁能够偷看到生命册 有谁的名字 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 所以我们尽量去传福音 尽量去撒种 我们不要去speculate 不要去猜测 也不要去论断谁是神的简选 我们只相信一定有神的简选 我们努力去杀种 一定有豪徒 所以马尼路德是非常小心提醒这件事情的 就让我们不要拆车 也不要放纵 不要想反正都是神的简选 我乱做也可以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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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despare 不要失望 只要努力地进宰门 要努力 所以 到最后他就提醒一句话 strive to enter by the narrow door 我们要努力进宰门 要努力 哇 太多这些资料了 我们只读一段好了 在这个马丁路德 所写的一本书 论这个自由意志 我们也可以看我们的讲义 在讲义里面写的比较多 那我们可能只读这个on free will 究竟什么叫自由意志 我们一种来读 man has free will in respect not of what is above him but of what is below him 他说对人有自由意志 什么自由意志呢 只是熟地的自由意志 在熟地的事情 那个自由买卖 自由往东或西 但是对熟天的事情呢 熟灵的事情呢 他说其实人没有自由意志 not of what is above him 看到吗 but of what is below him 你看到这个 这个马丁路德的修词很美的 好 再读下去 this is to say man should know in regard to his good and done according to his free will 就是说对地上一些好的事情 你可以有自由意志 努力去做一点 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that same free will is overruled by the free will of God alone 其实我们这个熟灵 这个自由意志呢 是神自己可以来引导 overrul我们的自由意志 为什么需要呢 in all things pertaining to salvation or damnation man has no free will but as a captive servant and bouncer either to the will of God or the will of satan 所以 官府这个救恩的事情呢 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可以去拥抱 接受 除非神要 改变我们 原来的那个 抵挡悖逆的自由意志 所以 其实只有两个意志 属神的意志 或是属撒旦的意志 需要神的意志 来运行掌管着我们 那么同样 他论到这个信心 我们就顺便读一下 其实我们下堂课 才会真正讲到 这个得救的信心 我们一等来 do not think lightly of faith it is a work that is of all words the most excellent and most difficult 千万不要轻看这个信心 其实这个信心呢 是一个最荣耀 最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 through it alone you will be saved even though you will oblige to do it without all other works 神只要求你有这个信心 这个的表现 但是他说 for is the work of God not of man 这个信心的工作 其实是神自己的工作 the other works he performs with our cooperation and through us this alone he works within us and without our operation 用拉丁文字 sina and nobis 没有我们 这个信心的运作 跟信心的恩典 完全 是神主动 自己在我们里面 把这个信心的能力 跟礼物 放到我们里面 得救是本不恩 也因着信 这样 并不是出于自己 来自神所示的 连救恩信心 都是神所示的 所以解释 马丁路的很清楚的立场 我们再读下去 yet even God even God cannot believe for us we must perform the act of faith it is a work which God required of us as Jesus said in John 6 none the less he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能力 但是是神 把这个信心的能力 给我们 所以他 马丁路的特别 就讲到信心是什么 Faith is 他上来读 Faith is a divine work which God required of us but he himself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这个信心 是神的一个 神圣的工作 是神自己把这个信心能力给我们 然后最后一段 我们一段来读 So faith curch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makes the mind and the thinking an entirely new man of him Faith then is an active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thing and if we want truly to evaluate it we would call it an influence on us rather than an act performed by us but it changes our soul and our view 哇 这个圣灵 给我们这个工作 这个信心 就是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整个生命 思想会 整个完全翻转的 信心是一个 完全在我们里面独立 是一个 在我们里面独立的一个运作 那么 是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 神在我们里面的影响 是神的一个工作 act performed 使我们整个的灵魂 被改冠的 但这个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好 那我们就 简单的 先从 马丁路德 特别 他 on three will 这本书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有更多的资料 特别 假如里面有时间呢 回去上网看 The Boundage of Will 他跟Erasmus辩论 他也写了一本书 自由意志地被捆绑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那么 你说了解 当年马丁路德改教 我们说我们是 Protestant 我们是新教 我们是 这个 这个改教宗 究竟 我们的 Founder 这个Protestant 的Founder 就是说 这个改教家 他 要坚持 要表达的是什么 不是单单 只是一句话 因性称义 其实 他从 拣选的真理 彻底地把 整个天主教 靠行为得救的 这个基础 整个拆掉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连信心 都是神所使的 那你还有什么行为 可以夸呢 不是我们用善行 稳住我们救恩的地位 也不是用忏悔礼 稳住我们救恩的地位 来自应着 神的拣选 神自己 来引导 掌管 我们一生 得救的确局 好 有没有什么的想法 读了那么多英文的资料 鼓励大家要polish 你们的英文 因为太多重要的资料 都是在英文书里面 所以鼓励你们 大家要上这个网站 就是CCEL 里面有太多 重要的著作 Google这个 所有英文的 神学的资料 大部分都在里面 包括这个 这个教父的作品 这个 尼西亚之前的教父的作品 尼西亚会议之后的作品 整套都在里面 所以 鼓励大家 假如你将来 希望能够在神学教育上面 有更多的参与的话 要读英文的资料 太重要了 那假如有机会 自学一点拉丁文 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神学的名词 都用拉丁文 你看刚才 你看这些东西 最后用拉丁文就出来了 就自学一些基本的拉丁文的文法 然后 上来你碰到一些 马丁路德的作品 很多用拉丁文的 教父的作品 很多都是拉丁文的 要懂一点 好 能够对神的拣选 这样的一个真理 可以有点感受吗 还是觉得 还是接受不了 等一下我们第二堂课 要讲到这个 拣选真理的合理性 合理吗 神拣选 好 那我们休息几分钟 请不吝点赞 我认为你